应该是找机会用红牌丢小兵 蹭人对吧 蹭人真是 然后因为你丢红牌 你一开始有一个AOE的能力 你能够快速到2 到2之后 你就再继续压制 我反正觉得刚才那个对线 最关键的就是尾神率先到2 对 然后到2之后 每次都是比卡牌率先到达关键等级 然后就一直压着卡牌 是的 我们看到这边的话 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双方第三局的 班佩克蓝色方的牛逼 红色方的老干爹 是的 决胜局了 这边还是沿用上两场的班人 还是轻招你要班 那这边是班较维鲁斯 班较维鲁斯以后 确实感觉效果很好 对线的压力首先就不大了 最深 刚才唐浪又赢了吗 赢了呀 你别来了 老鼠不行 啪 又是最深 唐浪 蜘蛛跟维鲁斯 那这样的话 南枪还在场上 南枪应该要办的吧 老干爹这边应该要办南枪 牛逼之地可以不办 对吧 我抢过南枪 牛逼肯定不办 你 我不办南枪 你如果 哎 老干爹会搬露露 搬露露 搬露露 牛逼抢南枪 很舒服 他们是不要搬露露啊 然后拿露露加狮子狗也可以 怎么会给你拿到露露加狮子狗啊 因为牛逼会抢南枪啊 你如果都放出来我肯定先抢露露啊 我觉得我 我觉得可以抢南枪 南枪这个版本太强了 我觉得 不是 如果都放出来的话 牛逼上的组肯定是抢露露 然后你南枪和狮子狗 你二选一嘛 对不对 那你不管放哪个过来 我这边都可以配 对吧 我觉得抢南枪好 南枪这个版本 明显比其他打野要高一个档次 哈 蓝博 抢蓝博 哎 Sky的蓝博 我们看一下 肯定抢露露啊 肯定抢露露 这样你去选 选择全交给你好吧 蓝博加狮子狗嘛 那这边我再拿南枪 对吧 你蓝博加南枪 我这边就来拿狮子狗 一个意思吧 蓝博加狮子狗 基努上盘的蓝博 应该说打得也不错吧 哇 这个蓝博胜率怎么这么低啊 38% 狮子狗 确定了 那这样的话 牛逼的选择 其实也可以继续拿卡斯克 南枪不选吗 我觉得可以继续拿卡斯克 南枪这把不好拍 南枪我觉得打得很好 他为什么不选 看一下会拿什么 南枪 我觉得南枪的话 这局可能不会有那么好的发挥空间嘛 而且刚才两局比赛你看下没有 看下来就是 好像挺依赖斯维夫特出席节奏的 对 女行家露露 这个下路好强啊 南枪的话老跟天下路挺难选的 拿什么组合能打过女行家露露呢 但是现在又有个问题来了 他这边不选打野的话 你等会赶也要被搬光的兄弟 哇 牛逼今天这三选 牛逼很拼 只能说有想法 那是不是需要是有打野上面的一些 哇 小阴招有没有 一次见南枪没人选 新疆的这一盘 南枪都没人选了 老家这边再拿一个锤石 锤石的话感觉要搭配路线了 小平的锤石 锤石只能搭配爆发型的 我记得那个在京屋 在那个 在什么 复赖大学什么什么 那个什么 真南路校区的时候 小平有把锤石你还有印象吗 什么 原地翼 然后什么闪现钩 跟我说能什么少绕半圈 那个 然后那时候搜索 你在干什么 你还记得那场吗 我就记得那场贼斗 锤石 不过对于锤石来说 我真的是对当年 把那个勾闪删除掉 很不爽 你还记得当时那个勾闪吗 Q闪 对啊 就勾闪了 特产天也太无敌了 艾克被搬了 进手本身的英雄 那你基本上老人家 如果想搬打野的话 就是南枪加卡斯克 哇 这一盘办了三四个答应 南枪加卡斯克 就牛逼第一手不想选的原因 我觉得就是 要让你第二轮的 banlist上面出现这两个英雄 看一下牛逼的变招 这一波很关键 我看 我真的很想知道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变招 目前来看 这个阵容是有点死的 感觉打野有大招啊 还是说只是一个常规的瞎子之类的 那我觉得 应该是有大招 如果没有大招这样去选的话 确实在banpick的设计上面 我觉得真的选的不好 太烂了就 卢仙 板卢仙 大嘴加锤石吗 卡丽斯坦 附属之马我觉得比那个好一点 附属之马感觉跟锤石 那配得起来 金克斯 金克斯选了吗 选了 可以可以 这一班很少有人选金克斯 牛逼选什么呢 就是第一手抢女警 抢泰坦 雷克赛 这么尴尬的一个选择 现在还缺一个什么 还缺一个中单 中单新的了 中单新的了 对吧 那现在还不如配个什么 瞎子之类的呢 中单小鱼人怎么着 小鱼人 哇真的做了一个赛啊 新的拉的话感觉会 小鱼人的话感觉会被counter 因为现在是先选 先选的话新的拉是最稳的 或者发疆吧 对吧 我感觉牛逼这盘选的好强啊 目前我没有看到 就牛逼这个阵容的精髓 可能就是 因为他们是比较吃 斯优色发挥的 对吧 你没有给斯优色选到 那种强势的打野 选了一个好扎实的阵容 很稳定 但是没有什么 两前排 没有什么特点 女警发条配露露 尾神这边打发条有想法 尾神是一个发条使用的玩家 但是他打发条肯定有自己的想法 看看会用什么 太龙了 可以 冰鸟加金克斯 哇 这后期也很扎实好吧 我占这一把 我占老干爹 真的 老干爹这个阵容 就是牛逼这个阵容 我不是很能搞懂 就是点在哪儿 你知道吗 不是他们的 匹克的顺序 有问题 匹克的顺序感觉很怪 真的有问题 然后先拿露露 然后再拿女警加泰坦 拿露露没有问题 然后对面拿蓝博加狮子狗之后 可以拿一手男枪 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们选择顺序有问题 男枪加泰坦 最后留两个C位来选 也可以 而且是牛逼自己选择在蓝色方的 他们是种好骂 我觉得 对啊 非常的骂 而且很笨重 很笨重 非常笨重 就是哪 哪怕这个阵容辅助是一个卡尔玛 我觉得都要比现在这个露露好一点 虽然老格尼这边的阵容 也是那种 双C位比较笨重的组合 但是其他几个点的话 明显感觉要比牛逼这边的成型期 包括前期的作战能力要强 最气的就是到了中后期 冰天打得过 老格尼这个阵容也不比你弱 对的 而且中期老格尼这个阵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点 就是这个蓝博 中期这个蓝博 可以作为一个支撑点来 帮助老格尼渡过到冰鸟 以及金克斯强势的时间 尾声指挥起来了 金克斯加冰鸟 好久没看到这种组合了 这没有什么combo 问题是 就是后期强 但是这个打线组合 金克斯和垂时在线上 是有combo的 对吧 踩夹子 踩夹子 就是勾住了以后 配合金克斯的夹子 可以多一轮控制 那有个女警 那有一个意思 一个意思 那金克斯现在选的人 真的很少 很少 因为这英雄太厚了 太厚气了 而且团战如果没有能够 第一时间触发被动的话 就是个装子 这把两边的C位 都是那种超级carry 超级笨重 很气 这是什么 符文吗 没有想到 两边的阵容会拿得 如此的特立独行 尤其是高德伟 拿出了冰鸟 他可能觉得冰鸟打 发掉好打 我们知道当年 那个世界第一冰鸟 Frogan 前段时间用冰鸟 也是连贵不止 因为他们队现在就很弱 对 这我不得不承认的是 瑞福特的雷克赛很强 但是这个版本 用雷克赛的队伍 好像是非常之少 因为这个版本 用雷克赛很难carry 我觉得 对于瑞福特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还需要 用一个更加能carry的英雄 所以我觉得 拿雷克赛有点中庸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般我觉得还是看 中野的发挥吧 中野还是很重要 还有一点下路 我觉得下路很重要 这边 尾神依然是选择封棋 然后 金克斯是带了一个热忱 然后雷克赛里面 也是带热忱 因为热忱确实比较主流 所以这边套一个盾 稍微少 少耗一点血量吧 雷克赛 这边下路对线的话 陆路跟女性 应该还是有优势的 有优势 对 但是真拼起来的话 老跟尼也明显是 更厉害一点 我觉得 哇 一能没甩到 看来 许久不用也是略有生疏啊 两边打野的路线 选择不太一样 施子狗这边是要刷完上半步 然后再还是打下半步 血量比较低了 应该还有个惩戒吧 他这打完红buff 这种水量肯定是因为惩戒没浇嘛 对 他就是刷完上 然后回家 然后再打下 对 但上一把好像也是因为这样 哇 没有丢到 是的 走位还不错 雷克赛这边是来到自己的蓝buff野区 那蓝博同一时间过来要做一下视野 哎 淘宝拳 阿拳 我们看到了阿拳就在坐在场下 有人说突然怎么给了个镜头 这是阿拳 阿拳 这边尾神的血量稍微被消耗得有点残了 哎 冰尔这个英雄真的比较持技能命中绿吧 他在特别是六级前 他的Q技能一定要中 中的话才能打combo 哦 你不中的话 你那个E技能的伤害就有点低了 对 不痛 随着来了 但是被金斗士看到了 哎 这波反向闪现是什么哥 是骗你和我打然后我要杀你 哎 洪文来不好凶但是杀不掉啊 要等一下 哎 就死了 这死了 不是 这 他刚才不用这个闪现不就反杀了吗 是这么说吧 这个 感觉有说法这个反向闪现 这什么意思啊 致敬高德伟 这伟生都会要弄你的啊 当然是队友你还这样搞 可能就受到了影响吧 受到了 但上了这一波 他如果直接打的话 他也能杀了他 杀了那个 这两个近战 这两个近战是真的很难杀篮博的 对 因为他这个 雷克赛跟那个泰坦竞争都是要贴近了 然后打输出 蓝博是不怕你这种竞争的 哇 直接我洪文过来跟你怼 我就考你就行了 这一波的话是一个天大的失误啊 感觉 他想躲那个顶吗 但只有这种解释了 但是闪现的位置也对吧 比较尴尬 你告诉我 你什么技能能被原地闪现躲掉 他不是原地闪 他是往回闪 就你的意思是他要躲顶 然后往回闪 然后再反打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感觉他就是这个意思 可以可以 那你说能怎么样 那就是说这一波 是操作上一个小的失误 想法是没错的 对吧 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这个我只是猜测他的想法 我觉得有道理有道理 我觉得你这样说很有道理好吧 是吧 对对对 真的真的真的 你这一波这么一想的话 我豁然开朗啊 就是我原地闪 其实这一波是想和你打 对吧 这什么意思啊 两边拼起来了 高德北仗着自己有个弹 高德北的弹被打了出来 弹要碎了 弹碎了 弹碎了吗 弹碎人亡 好勾到 P-0三级不服气 算了算了 服了服了 两个人 这中路两个人还是两个女人就很可怕 你们不要笑啊 雷克赛是女王呀 但上路你觉得是不是卖狮子卖的有点彻底了 我觉得狮子嫂就可以走了 这一波狮子狗感觉很亏 但是蓝博感觉还行 蓝博虽然阵亡一次 但是这一波杀掉泰坦之后 一勾 哇 这一勾没有勾到 有鹿鹿的加速跑得贼快 下路的话 老外在这边肯定是要抗压的 武刀是被压了一波冰水 刚好一波冰水 而且女警带的是一个战争领主的嗜血 对吧 金克斯带的是一个战争热忱 从续航上来说 女警这里本来就领先你了 这下路是比较难打的 老外在这边下路平衡发一回 看狮子刀溜过来 能不能帮一下 SUSA又来到上路 两边的台都在上路 这一把上路是重中之重 但说实话 现在打兰博很难打了 现在兰博其实装备都有了 他的等级也不落后 不过泰坦这边有两个头 装备有点厉害 一勾两个人中间穿过去了 这边尾神第一波的弹被打掉之后 现在要稍微稳一点了 我觉得垂石现在可能 对上比较少的原因 又在于如果他没勾到人的话 作用真的有点低 对吧 异了一下这边要反打 泰坦是传送过来 一波 一波有双招 有双招 先交一个夹子 很晚 我的天 泰坦大招给到了 那这一波可能很危险 没有 这一波保护的队友 平衡还在交闪 哇 平衡在这边求证欲望很强 有一了一下 能跑吗 被顶了起来 狮子狗来了 那没了 死了 女性是一个Q0的直接拿到人头 哇 舍命宝 印铺 这一波我觉得印铺的闪键交晚了 他没有舍得交这个闪键 然后被怼了起来 那个怼正好把平衍列怼了起来 要不然的话 应该可以夫妻双双把家伙 他如果说不被这个太阳大到的话 感觉两个人都可以跑吧 牛逼在出席又打出优势了 虽然我不是很清楚这种优势 怎么打出来的 对吧 这个土龙应该是有了 发条也过来 这个土龙应该是被 换线了 印铺换线了 这个比赛感觉换线有点多 看谁打也是 十分钟不到 卡都没推 刚好过了时间 对吧 快速推塔 老人家是很希望能够打到 自己那个比赛的环 比赛的节奏的 对不对 就是印铺 一定要提前把塔推起来 但是问题是 他能推到这个塔吗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对吧 现在我觉得主要还是对线有点僵 他对线有点打不过 打不过赶紧换过来 这边换线其实都是被动的换的 这边想依你一波 看一下 看到了 不过泰坦到现在还没有 这个做这个护甲装 所以他现在在 这个老人家这三个人 这一波换线很聪明啊 泰坦因为要对抗蓝博 做了魔抗 对 然后这一波换线过来以后 面对的是一个女警 这边无限 有心碎杀吗 绑到了 哎呦还是差一点 哇 小四没六啊 够了 这三个人很难 还是很难杀泰坦的 没到六级 爆发不够 这波想法说话还可以 但你把人家打回家以后 刚好这边是可以回一波加补装 这里路要强行守塔 变阳 就是不让硬不推这个塔 很难受 装备太差了 现在打不动人啊 下路女警推了一波以后 女警回家再一次回到上路 又回到一个正常对线的状况了 对 要强行抓对线了 就这种换线的话 就感觉第一波很 就很阴 这波如果给阴到了的话 就很赚 能不能塞一下 那边出来了 看一下发条中的补刀 还不错 和凤凰是两个人平稳的一个发育 这一波两边初期 我觉得是稍微都有一点失误 你看上路对吧 上路面对抓的时候 闪现反打 没有击他成功 然后泰坦在塔下又被狮子狗杀 狮子狗过去又送了一个 所以这场比赛打到现在为止 比较混乱 有可能是前面两场比赛 对于双方的体力消耗都比较大吧 比较粗糙前面 前面打的是稍微有点粗糙了 这边下路的话还是要换 这边下路的话还是要换 就拿出基格斯跟锤石好僵啊 就你必须要换先 你不换先 你发挥不了这个阵容的 这个组合的优势 你打不过 你有什么办法对吧 完全打不过 来 蓝波大招 这个大招能把这波兵清掉 很赚 对 这波还不错 还不错 还会阻止了一下 这边拿医学塔 但下路这里 这不可以啊 老年把这个塔推了的话 但是发条来 发条泰坦都来了 这一波发条泰坦 完全可以二杯 要死了 很果断 这两个人过来 两个单线打一几种下野 是很轻松就可以打掉 现在运行只有一个人 但是蓝波不知道 蓝波现在还是比较慌的 很慌 虽然到自己有八级 还没有到几 如果知道女性只有一个人的话 她其实可以稍微刚一点 高的秒飞上来了 但是这边皮眼林被勾了一下 雷格萨也赶过来 要上皮眼林 皮眼林这边是没有闪现的 发条在旁边 可以急跑赶过来 上路 是死掉了女警 怎么感觉老刚才这边要拿医学塔了 上路塔血量我记得很少的 是吧 哦 还就有点少 这边老刚才可以把医学塔拿下来挺赚的 那这波挺赚的 杀了一个ADC 然后就拿了医学塔 贼赚 这波的话感觉对位翔没必要啊 在那边逗留太久了 而且没有视野的话 他那边河道是有视野的 但是发现对面人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这边想来来中路 中路的话 高德瑞直接踢回来 高德瑞这边交踢 对面防守能力还是一等一的 蓝模式做出了大面具 下间的话要更新一个中亚 但现在这个局面还真的不好说啊 现在我觉得老干爹优势了 这盘是两边三盘以来最军事的一方 最胶着的一方 因为老干爹现在节奏要比牛逼好 主要这个蓝箔发育比泰坦好太多了 这泰坦感觉被这个老干爹的换线战术还弄得真的有点烦 有点烦 因为他自己一个魔抗装 面对对方ADC的时候其实也不太好听 而反观蓝箔那里的话 他根本没受影响 对吧 你过来我一个大招清兵 我刚才还收了个人头 对 反正我是出输出装的 就不具备这种什么 打你AD还打你AP的这样一个点 而且现在不断的换线 还有一点就是保住了硬术的发育 这个换线想法我感觉 好像还收到了一些沉上 对的 你看硬术现在打着打着 对吧 装备越来越好 只要还是那波女性死的有点伤 那波女性不应该死 看那边逗留太久了 而且旁边也没有辅助跟打野 这里艾米在这边阴着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跳 艾米没有大招现在 再等艾米的大招快好了 对 这边露露跟女性都是有闪的 现在牛逼这里还是想高尾神 中国塔的血量应该也不多 尝试一些勾勒一下 有动静有动静 这应该就感觉到了 插个眼 换眼了 现在两边可能要稍微发育会了 暂时来讲的话 他也不好推 人也不好杀 这一盘这个泰坦的等级 实在是有点堪忧 蓝波这边已经到十级了 被换炸了 就典型的被换炸了 换完之后发现泰坦损失了好多兵线 而且你看换来换去 老干爹这里下路的等级也没有落后 对 就是感觉金多这个选手 偷发育能力还是挺强的 发育能力真的强 他把发育给偷起来了 走进科学 那么泰坦的经验去哪了 他被迫的好像放弃了一些经验吧 对 是放弃了一些经验 而且蓝波刚才在野区里面 其实他就正面兵清完以后 钻到野区会刷个石头人什么的 而且捕刀 你看一下捕刀的差距 很大 现在就很多了 但这一边这条土龙 老干爹应该是不想放的 蓝波现在打团很强 这条土龙 我觉得老干爹是可以争夺一波的 这蓝波直接出了个忍者族军 好变态 现在这种族军强啊 你女警 现在你能点到我的 无论就是女警 这边这条土龙怎么办 这条土龙的话 老干爹应该是有点想打的 牛逼这边也不打算让 在女警这边是稍微纠结一下兵力 两边上单都是有剃的 这边 过来抢那个蓝 大招拉拨 艾米直接被秒了 这边雷霆的伤害 艾米有点吃不消 直接被秒了 这一波的话蓝buff也没守住 那的话这个龙可能要让了 这一波的话 老干爹没有想到 是那边没有视野嘛 他们没有看到 艾米应该早一点踢过来啊 哇 来了来了来了 这一波蓝buff要踢过来 暴露了一些东西 这门太阳也怎么打 太阳也怎么打 太阳踢过来 太阳踢的位置不错 直接阻断你的后排 这个角度很刁断 那这个龙要让了 太阳直接给大 达到了平眼林 但是牛逼这边并不打算让 并不打算上 然后就哪怕龙直接走就行了 牛逼这一波摆一转 这一波我觉得是老干爹没有视野 他们好像没有洞察到发条跟雷克赛过来 对 他们的整个的蓝buff那一圈居然是没有看到发条跟雷克赛过来 然后艾米死的有点不明不白 那龙直接就丢了 下路的塔的血量不多了 还可以推个塔 但女警已经来了 这边要应手吗 雷克赛在旁边 IMP这边胆得很大 看到雷克赛这边还不是把他让 要硬拆 硬拆 漂亮 这边再有一个登陆保护 哇 这IMP是真的 有点凶 这一波的话老干爹是损失了一个龙 但是现在推塔数来讲的话 老干爹还是两个塔的领先 找的位置边是出了JLP800的 那这样的话 他的装备还在更新的路上 冰鸟至少三件吧 两三件起 跟发条其实差不多性质的英雄 他JLP800的话 那个还做不做时光了呀 那就不做了呀 可能做不了时光了 那你做两个时光感觉很扯啊 对 正好是跑了 这边 Sky里面回家 正好是被浪费了M一个大招 你还别说 SF这一把雷克赛表现非常不错 可以的 你看现在202的数据 102刀 等级的话也是到达了11级 追着单线英雄跑的打野 等级好高啊 他那边比M是领先两级 但是两边上野加的一块是差不多的 但是老关家这边还是优势一些 现在老关家可能还是要赢在这一手蓝博 他们如果想把这个局面优势确立出来的话 感觉还是要靠这个蓝博的发挥 但现在真的是一个基本上纯军式的局 现在你说不好是能够获得比赛的胜利的 不过我觉得蓝博这个时间这组织出的还是有点尴尬 这边是减速到一个大招 分得不错 大家放得真的好啊 现在摩托直接反身过来 这边可能被红A死了吗 差一下闪现过来A一下 还能在反打 这边还能在反打 这边一个拟紧大招 没有带走金的 所以不错这边也是被考飞了 对我不敢上啊 大家 你看 这是老干爹队员 全体都有这种 就影响了 可能会有那种 平眼灵是想闪现回来勾这个发条的 对他要被拉了吗 对 所以在这里感觉有点尴尬 这边是配合ADC 现在ADC没有伤害啊 这个女警伤害够吗 没有点死艾米啊 一个球员也是空掉 差一点 这边要被考死了 这边至少再溜一下 哎呦 被放昏着放死了 哇老干爹这个上路确实很强 这个蓝博玩得很骚气 那这样的话三个头了 这一波的话感觉女警跟灵在干嘛 刚才中路发生了什么 发条招掉了自己的双招 呃 呃 好 刚才没注意看 刚才还下路了呢 这一波的话 其实两边其实都有师傅吧 是 包括垂石包括雷克赛跟女警 都不应该死的 哎垂石来了 但这一波垂石没有闪现了 发条又QW垂石被减速 又又Q 哎呀要死要死要死 完了衣服又被包了 什么两边这个 哈哈哈哈 这哪乱一架乱一架 哇大招撞其闪现撞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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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老哥在今天三个闪现好吧 这是什么意思哎 我会不会是一种 这种仪式啊之类的 可能要召唤出来什么东西 一个很恐怖的东西 哦我知道了 召唤出等一会完全形态的冰宁 这三个闪现感觉都挺僵的啊 这三个闪现有问题 而且刚才 而且刚才说实话 硬步就不应该追到那个位置 但这个蓝薄打的是真可以 这蓝薄个人技术真的是可以的 挺出色的 打的都比较随意吧 我觉得这一场 这场我感觉打的 就有点像Rank那种感觉 对不对 有点随意了 稍微严谨一些好吧 严谨一些 解说也严谨一些 这边开始推塔了 牛逼这边第一个塔 这个冰墙立的还可以 可以可以 但这边的话浪费到了 蓝薄的一个船送 下落的话牛逼总算是 拿到第一个防御塔 现在两边的经济差距 其实不大 这一直都是一个军事啊 他可能要打后期了 后期的话两边反正都有得打 有得打 不知道哪边可能团战的 这个打得更出色一些 或者哪边换失误 这两边打得真的都太急了 两边这段时间这些人头 都不应该产生的 讲道理 对吧 人头太多了 反而会 大家都是一个偏中后期的阵容 对吧 谁都不要跟谁装 但下一条火龙啊 优费现在在小龙 元素龙上面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两火 两土 下一条是一个火 而且下一条 老人家真的这波小龙团 是一定要打赢了 对 蓝薄一定要发挥自己的作用 你说你 你说你一个蓝薄 这个两波小龙团没打上 就确实太气了 蓝薄这波可能有金声了 这波如果有金声的话 老人家这波可能会很强 有了有了 这一波金声的话 感觉老人家这波是有机会 拿下这波小龙团的 对了 还有三十多秒 其实现在原来让我怀疑 那个当年小龙给钱的那个版本 那个时候小龙争夺多关键 那个时候感觉小龙比大龙 还争夺激烈一点 对啊 那个时候小龙多关键 真的是小龙很重的 那时候小龙就相当于一个塔吧 差不多 对吧 一人一百九 拿掉小龙呢 还有额外的五十块 虽然说那个塔的事业 是小龙代替不了 但是那时候小龙确实实打实的 给你这些钱 你想买啥买啥 对啊 而且还有经验 你想 经验给的也不错 想出攻击 出攻击 想出移速 出移速 对吧 不像现在就是被动选择 哎呦 是条风龙 对吧 对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条是一条火龙 而且在游戏进行到中期的时候 火龙已经变得非常多 但是蓝博的位置怎么说 蓝博没踢啊 蓝博要走过来 蓝博要走过来 蓝博 这波其实感觉挺尴尬的 因为泰坦现在还在上路 泰坦是有传送的 老刚才这波赶紧动这个龙 要开要开要开 现在直接开龙 这波赶紧把这个龙打了 看一下视野没有视野 这边夹子阵已经布起来了 开了开了开了 这里就是要直接开 然后蓝博的远端要丢一个大招 这边泰坦可以踢了吧 再不踢的话 这个龙一个就是要这样的 看一下 勾到谁 泰坦踢了过来 斯芬特第一时间被打到了半血 这边小龙八百血 龙是谁的 斯芬特打到了 这条小龙 这边一个治疗加速 但是林伟祥这边被打成了残血 这边激动烤四个 哇 这个蓝博冰火两重天 但是 看起一个金身 有曾经杀不到人吗 把他打到拉死了蓝博 这边泰坦又跟了过来 这波泰坦在前面有点肉 不过这边女几根 冰鸟的双方还是打对了太大 这波已经转了 牛逼现在最好的想法是走 这边是遇到了兔 库尔这边能跑吗 最好是走 最好是走 这边还要打 这边无状态很凶 还要追人 这边艾米 艾米是残血 这边没顶起来 没有顶起来 无状态这边又是被减速了一下 冰鸟这边全被放大 这波还大 这波可以回来推这个中塔了 牛逼可以走了 这波你已经赚了很多了 不要得便宜 这个中塔应该有了 这个中塔应该有了 尾身这边第一时间没办法落位 对的 这波很赚 这波很赚 这波一个是雷格赛的抢龙 另外一个的话感觉 蓝博跟队友还是有点拖极 就冰鸟跟金克斯的移动力 其实很弱 他们蓝博其实打的输出很高 但是队友没办法跟上 而且确实就差一个 只要收割一个的话 金克斯的移动力就起飞了 也没有什么控制 对不对 你看那个蓝博考四个 但是没有空 有一个什么小空的话 感觉就这波一个 老干家其实是可以打的 而且这波真的打得有点亏 我看一下赵人士技能方面 这波主要龙也没抢了 对 这火龙抢了很影响士气的 出了打无界 这两边ADC的装备是镜像的 而这边太太是做了一个军团 这个装备打一批英雄也是比较有效果 感觉现在牛逼的话 慢慢的占据主动了 他们这三条龙很扎实 两土一火 老年这波龙团感觉还是没打好 他们蓝博这个点的作用 还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总感觉五个人配合上 没输会有点对吧 你说蓝博跟冰鸟还有金额斯这种装备 没道理打输的 感觉没配合好还是 这波团战没打好 有点小托吉 这波如果打好一点的话 老干家真的有机会 而且还有一个细节 你知道看到没有 老干家第一时间想要是秒女警的 女警私血给抬起来 对 女警是被蓝博 其实蓝博你还大招放的也不错嘛 对吧 然后考的也很好 如果说女警第一时间直接被带走的话 这波就直接起飞了 对 但没有空跟上 老万人这波没有什么硬控能跟上 如果跟一个硬控能 控制哪怕一个人 对吧 蓝博跟冰鸟的输出就给上了 没有空能跟上 他们这边的控制冰鸟跟全身 这边是够了 瑞瑞特 这边应该是 完美combo 但是伤害够不够 一个火箭 瑞瑞特听到那边有人的 为什么还过去 这波可能觉得比较肉吗 看这个中塔怎么说 中塔如果能推掉的话还不错 对于老人家来讲 这一波难道是肉身勾引开团 Gino这边是有大招的 在侧翼 感觉牛逼这个中塔并不好守 小平这边又是交一个闪现 这一次的话手很稳 不亏 老人家这一波不亏 我换掉你发一下一个大招 我是不开 可以找机会和你开一波团 发较大招好很快的 关键是 发较有蓝buff 马上就好了 坏了坏了 他们是杀了一个人 但是 总来说个塔没推到 老状态这个发条 确实玩得是不错 玩得很好 玩得很好 这般无状态的发条 是一次没死 只要他在战场上的话 输出是不缺的 你看看 他追着老干点几个人跑 他打得还很凶 你别说 他这个发条追的人 追的人对的 对 这边晕到 高德伟这边技能力量力上来了 尾神现在装备也成型了 他现在下一件事做什么 应该是法穿吧 现在展现没穿透 他这个装备 他的装备一点穿透都没有 需要做一个法穿 因为现在 牛逼的两个前排都是绿甲在身 这个军团棋 来我看一下有没有好的效果 对面肯定要出这个大量的魔抗 你想想看对面什么 蓝博加中路的一个凤凰 AP伤害太高了 不过这场的话 我觉得一时半会儿 还是很难结束的 因为这场两边都有 手高级的资本 两边双C位 手塔能力都很强的 但是从主动性上来说 我觉得老干爹的阵容 可以打得更加的主动 这时候会和狮子狗的先手是吧 对 会和狮子狗的先手 不需要狮子狗杀人 只需要狮子狗把团开起来 一边是狮子狗的先手 有一个问题是 狮子狗先手之后 两个C位能不能跟上 这个我觉得是 蓝博能跟上 对 只有蓝博能跟上 蓝博只要跟上了C位 有足够的时间落位 我觉得 所以刚那波团战就体现出 他们双C位移动力不足的一个问题了 刚那波就是双C位跟不上 这边想杀吗 想拿这个塔吗 有点 四个在这边顶线两个招 配合狮子狗顶线四个 但是后续的伤害 还是没办法跟上 没有人打伤害啊 达到皮铁林又是小屏 小屏这边是残血 师傅为什么要上 师傅都过来 师傅可以走 被打了一套 蓝博大招放的效果还是比较一般 垂师已经先行阵亡了 林伟祥这边还在输出 这边冰鸟是残血 这边金属被变阳了 金属被变阳了 金属起来要金属等死了 完了金属 这个金属没有喷火 没有能够造成任何的伤害啊 老干爹团战打得太散了 牛逼这边团战 还要追闪现QW 普攻打鼓弹 一个普攻出手了 哇 无招态 这一波 普攻为什么这么快速的出手 这边弹又碎了 哇 这一波的话 牛逼血赚 等一下 现在是不是要去拿龙 艾米还有最后一个 拯救老干爹的机会 呃 战绝挺难的 没没没没大招 这边这些隔墙A龙 CW对面打断了一下 这边想回家 然后大过来好像 是 不过还好 这边的话 这两个人是杀不掉 不过泰坦可以扛啊 啊 泰坦可以扛 看一下等级 这边斯维福特是领先一级 狮子跟他旁边 艾米 艾米就变扬了 这边林北翔1V2 但这边可能要被硬夫收掉了 硬夫这边切针机箱形态 收掉 哎 灯乐过来 哇 这波好炫酷 艾米居然没有死 但是小屁又要死了 哇 不愧是死亡最多的男人 每次都是帮队友 卖 哎 刚才这个林北翔 我觉得 他老老实实进去打 我觉得没这么多事啊 哎 是这么说吧 这个人你可怕说话 就感觉挺糟的 哎 我想了一下 他刚才如果在里面打的话 根本就没有这么多事 其实没有 在上面打 往往是红色方干的事情 哎呀 这一波的话 感觉老刚才那波龙团 真的没打好 导致一系列的 后面的这一波大龙 又丢掉了 这一波大龙怎么输的 老刚才首先是想推这个 牛逼的中塔 然后被斯里普特跟露露 一个完美开关 包边了 顶起来四个人 然后泰坦又进场 其实老刚才那波团战 并没有想法 他们该打还是不该打 因为你可以看到 蓝博也在路上 对吧 关键的人都不在 然后就直接被 牛逼这边开 其实这一盘 老刚才最关键的 就是蓝博这个点 但是每一波关键的团战 感觉蓝博跟队友之间 或者说队友跟蓝博之间 就没有那种 特别好的配合 没什么默契 对啊 蓝博本来前面 发音那么好 但是就一直没有体现出 蓝博他应有的一个价值 我觉得可能还是说 他们之间的这种 团战的配合 或者说那种默契度 还是不太够 哇 这场比赛 由于元素龙拿得很快 刷新了第五条元素龙 第五条元素龙 还是一条山龙 哇 这拿了四条 我很夸张了 那这样的话 如果现在继续被 牛逼这样把优势 维持下去的话 到这后面就 三条土龙 小龙就碾压了 真的就碾压了 地图资源你也抢回来了 如果这波大龙的话 牛逼还没有做 进一步的进攻 这边又是高了 高的位 高的位 这波大龙有点危险 这边是没有闪现的 有灯笼 还好这个灯笼 但是你一起配合皮克斯 风魂的 哎呀 套死了感觉 哎呦 直接被皮克斯弄死了 这边皮静又被高了一下 不是皮克斯弄死 是救赎弄死的吧 露露人头啊 这边看怎么说 蓝博大高非常爆炸 但是没有队友 能够补上伤害 完了完了 这一波的话 肯定要上方了 要裂要裂要裂 施子狗开大只能在侧一看一看 而且现在最夸张的是 还有一个回家传送过来的 这波还被一波了 看一下有没有冰在后面 这波感觉他们想一波的 这边勾到蓝博了 蓝博这边交一个闪现 这个再不能死人了 再死人真的要被一波了 对的 现在的话要稳 不过还是有一场一波的想法 哎呀 这些冰鸟不在 没有AOE能力 号令之旗 给到了一个远程小兵 这个时候 会不会回去给小兵鸟BUFF 现在AEMI想牵扯一下这波兵线 但是硬术这边已经被点残了 垂石活了 有灯了 这边精神扛火 金楼这边就 啊 踩了个夹子 那时候他金楼这边就 完了 林伟祥现在的话 佩服队友要收割了 别累又死了 大招给到AEMI AEMI要被女警举死了 真的要一波了 现在五个人一个没死啊 老刚在这边双C位 虽然是现在在场 但是没有前排 给他们撞到出路板地 下一个兵线来的话 就有点躺不住了呀 现在 伟神只能开着自己的 大招在塔的前面 Q到两个 但是没有伤害 对不对 他去卖自己 闪现回来 被防御塔打死了呀 这边其实只要拆塔就可以了 这边林伟祥是不能死的 这边只要拆塔 又晕倒两个 难道高德伟 要创到奇迹了 这波你别说真守住了 哇 高德伟这两话Q价值千金好吧 是的 两次都是Q到两个人 又卡住了露露 这边给到想抖一下 想躲一下 天天末日是没没减速到 哇 这边一个冰锥打死了 这边一骨要起飞了 一个打不了 哎呀 打不了 每周女警闪现过去 杀掉了这边的一骨 还好 每身一个Q呢 是带走了这边的女警 但是蓝伯传过来 大招拉回去 酷 给自己一个盾 又给到一个加速 吴赵泰现在没有闪现 垂师之一勾 哇 直接勾死了 这一波的话 牛逼是被打开一波团灭 但是老根家现在只是一个 光感私利了 没有没有没有 还有两路呢 已经没有牙了 现在很尴尬 哎呀 看是是被就会炕死的 啊 反正他就在边边脚 好像是对吧 差不多啊 这边牛逼的话 这一波打完之后 虽然被团灭 但是感觉好像也影响不大 就但是就打得很 很嗨感觉 两边都很嗨 都很亢奋的感觉 你说牛逼下一波 会怎么选择 直接all in啊 all in吧 照他们的脾气感觉 call 现在老根家只有call的一条选项了 兄弟 就中路的话也没有萌芽了 对吧 也没有也没有中路的高地 all in 直接就推过去就行了呀 但是要小心兰博的大招 兰博现在的伤害太可怕了 对 兰博冰鸟跟金格斯 输出肯定是不缺的 哎 三维立体的输出 一旦被金格斯收割起来 那其实就是老根家这一盘很难打到 说他们之间有那种配合的团阅 哎 但是好像并没有想到all in啊 想先敲敲边角啊先敲敲边角的塔 这边想配个这个军团骑的炮车过来 对 因为军团骑是磨免的啊 这个磨免骑不掉很气 这边的话还想推 想杀人在一波 现在老根人是不能犯错啊 现在基地是没有萌芽的啊 随时如果输团就会被直接推平 那是千万不能掉人的 现在装上路的冰线还是 哇大招 这一下拉回来 艾米又被秒了吗 艾米 没死 没有人认识伤害 来不打扰和爆炸 林铁骑直接残血 露露也被死了 这边B2追击了 这可能要追了 艾米又是射的一个 腿马枪 这边无赵他是开始急跑往后拉 老根家这部艾米没有死 反而是杀掉了牛逼的上斧 哇这一下艾米 怎么感觉艾米的残血没人能跟伤害啊 是没人跟伤害啊 感觉很奇怪那一波 那波本来感觉是门死的 是发条cd的就技能的空档期 女警点不到 哇拖住了你感谢 哇老根家这盘真的能创造奇迹啊 感觉 他们的阵容非常的能守 但是发条装备有点好 说实话 冰鸟加金赫斯 哎呀真的有可能翻 我我这这这盘真的不能把话说死啊 对吧 现在是有可能 现在真的有可能翻 是有可能翻 老根这个阵容是绝对有翻盘潜力的 好吧 牛逼现在顶多是个六四开 哎六四 差不多六四 六四开嘛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牛逼对于地图资源的抢战 老人家手塔很强 但是大龙他们现在守不了 下一条土龙他们也守不了 主要是这个龙太猛了 这个牛逼这盘最猛的就是这几条龙 哇他们现在直接逼大龙处吗 很凶 哎这几波团队我觉得林吕翔的女体 没有打出太好的伤害啊 他在靠损数处 这几波团队我觉得没发挥好 女颈最好还是能打出一些伤害 女颈装备现在并不好呀 他现在只有三件装备又没有什么 啊他装备很好啊 啊 女颈装备很好吗 女颈装备平常不好 这边是勾了一下没有勾到 但是金奴这边招了个闪现 你干什么女颈装备啊 我记得好像就三件装备啊 这种优势局女颈装备不可能不好呀 主要他输出环境感觉有点僵 因为老人家这边的手都很长 哇中路的水晶复活了 老人家迎来了翻盘的第一步 哎卡住了卡住了 对对对 水晶到这边可以留 中路水晶复活 打不起来两边是试探了一波 互相交换了一波技能 这个土龙怎么办 快快快快 现在我感觉可以去一个人把这个土龙收掉 对吧 女颈过去直接把这个土龙收掉就行 他现在251的AD 1.6的攻速 我跟你说他肯定是至少四件装备 他这盘没有没有必要处破甲的 调出来啊 看一下 三件半啊 装备真的一般 他赶紧要回家再补一件 再补一件暴击攻速装的 他现在是没钱 应该是有钱的呀 他招位不可能不好的呀 他主要输入环境不好我觉得 因为就是老干爹的阵容手很长 火炮赶紧把火炮做出来对吧 回家赶紧做个火炮出来 这边可以 这里中路冰陷一些压力啊 哎老板这 大龙了这边在偷龙 打速度不够快感觉 还可以 这边女体要吹家了啊兄弟 啊 这里感觉要起老龙 玩的很花呀 起老龙一个偷家 这边看他搭起来 哇 这边玩的 这边飞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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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波了一波了 正面无所谓了 现在正面所有牛逼的队员可以不用动 女警 我们看女警 救世主 你确定不这边 哎 林伟祥这个选手真的喜欢搞事情 哎呦 老天慢慢没想到 就被这个林伟祥把家给偷了 林伟祥最后来一起看 还不是